怎么提升拉球 特别容易忽略的一点 是你的小臂 拉球小技巧 还不会用小臂去拉球的时候 你胯顶的再好 中心转再好 你都拉不起来球 拍子不是直接长在这个胯上 前拉球还叫正手提拉 简化了就变成正手拉 但是它确实还是小臂有一个提拉 哎 sorry 提拉的一个过程 小臂这块一提拉 球的旋转就够 直拍效果 大家可以看也是 瞬间发力 包括你转中心 你蹬地啊 它都是前面的一个蓄力的动作 我们去收小臂 要有一个瞬间的这种摩擦 瞬间的一个小提拉的一个 向上小提拉的这个一个动作 我这样小臂不动 这样打开 这样推上来 感觉小臂也收到了左眼 这是错误动作 这个小臂没有实际去这样造一个弧 画一个弧 这就属于小臂没动 我就在这推大臂 必须让它有一个这样 收小臂 我这样我手放在这 你看我手里夹一个球 这样 它才有弧度 我要是小臂不动 我光这样去抬 上不来 这球你扔都不好上来 这个就是你收小臂的原理 推大臂这球不会往上 它是往下掉的 因为它没有弧度 你看推不过去了 你这样它才有弧线 总结一下 拉球时小臂 要有一个瞬间的提拉 前面的蓄力动作也很重要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